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要進行的是 第二 第二 這個節目的第二階段喔 這個節目的第二階段是 童話打得過Full House 除非你爸變成了兔子喔 為什麼 為什麼有這麼奇怪的那個呢 是因為我們的試煉裡面 有一個新的模式 這個試煉的新的模式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喔 試煉新的模式 好 它這邊有寫喔 試煉新的模式 叫做Card Challenge 卡片的試煉 卡片的挑戰喔 那其實就是有點類似打 德州撲克這樣 它會 你每天打完五場比賽以後 就像現在這個畫面一樣 它這個比賽呢 打完五場之後呢 它就會讓你問你要不要 它就可以讓你挑戰一次 那挑戰這一次呢 是不用打比賽的喔 等於就是送你 那送你的話代表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Evento的說明 就是這個活動的說明喔 你打完五次之後呢 你就可以 它就會 你就參加這個活動 它就會發這個卡給你 那這個卡的話呢 發這個卡給你呢 你 你如果覺得這卡的牌面上 不是很好的話 你可以有 應該是有兩次的機會 可以把這個卡片換掉 那換掉的 第一次換掉的時候呢 是不用 不用就是不用損失魂啊 或是試煉券 但是第二次第三次 就要損失魂跟試煉券喔 那它這邊有寫 這邊有寫這個 呃 如果你的牌面上面是 鋼蠣的話呢 它就會送你一張鋼蠣 駿蠣 就送你一張駿蠣 這很簡單嘛 好 那再詳細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再講 那我現在 我先跳出來 我先跳出我的手機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剛的東西 就是我剛剛有 這一個 好這個 這個畫面呢 是我剛剛 呃應該說昨天啦 齁 昨天有 昨天的那個 card challenge的那個畫面 我們來看一下 好現在不是我操作了 這是昨天的動作 昨天的動作 你看喔 我一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給我一個卡 然後上面是 1 2 欸應該說 4 5 4 2 1 那比較好的 排面應該是 1 2 3 4 5啦 齁 那我這邊可以看到喔 新有 呃三個 那我 我昨天是把鋼蠣換掉 現在就變成 也是一樣是 2 5 4 2 1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需要一張3 齁 變成1 2 3 4 5 這樣會比較好 它上面有寫 暫定的意喔 就是說 現在目前暫定是打一個HITTO啊 表示有一隻安打 那還是有拿到東西 但是 不是說很漂亮 那我現在還想再換 換掉一張卡 我用一張試煉券 來換掉一張卡的話 齁 你看啊 這樣就是1 2 3 4 5 齁都有 然後它 目前暫定是 紅不讓齁 數量兩倍 就是說 原本可以得到的報酬的話呢 數量會給我兩倍 那最後得到的東西就是這些東西 齁 其實換句話說 就是它把試煉的東西 試煉的東西 變得比較簡單 好 我再播一次這個 我如果可以的話 我再播一次齁 對 這邊再播一次齁 昨天 這是我昨天的畫面 4 5 4 2 1 你站定呢 是HIT 那如果我這樣就決定的話呢 我現在我會得到一個 剛力跟一個星 齁 的試煉 齁 那我當然不想這樣嘛 齁 因為你可以換一次 不用損失任何東西 換一次 換一張卡 那換一張卡 這一次換的卡呢 就是 也是沒有變成1 2 3 4 5 齁 就沒有那麼好 那我就 我就打算再換一張卡 那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 用試煉券 一個是用魂 那我當然是用試煉券嘛 齁 那 這個由 我用試煉券 然後再把2換掉 結果我就得到了 1 2 3 4 5 齁 那他就認為我是 打出了全力檔 那數量是2倍 好的 那我現在要跳回來我的遊戲齁 好 這是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 我現在目前啊 今天的這個試煉 卡斗圈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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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圈 叫做意義籃圈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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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圈� 兩張3他就送你兩枚東西 送你兩張 那如果是3322兔胚兩組 那如果是通番號三張三條 12345 12345就是通番順子 3322葫蘆 3322葫蘆 全部都是3 或是12345之類的 好 那現在就要選擇的時候 我這邊有兩張1 兩張3 然後一張5 那這要怎麼選 我想一下 我可以 蓋掉很多張牌 那我覺得我想挑戰一下 我想挑戰一下這樣 挑戰看看 來 換牌了 335 這樣不錯喔 335 然後 他說指南 開眼影上確定喔 而且 這樣子其實已經不錯了 如果我再換的話 不見得會換得比較好喔 那我就 我就 報仇確定 就按下去 好 那他會送我 這麼多東西喔 這麼多東西 好 那其實相對而言 我就不用再去打試煉喔 就等於 他的意思非常簡單 就是你每天啊 都把 都打5場 試煉 然後呢 你就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參加這個活動 他會額外送你一些東西 等於你 打試煉的這個 東西呢 變多了 好 變多了的情形下呢 是不是你的那個 叫做 特殊技能啊 練起來比較容易 好 現在他朝向這個方向 就是說 像你 像我們 一些選手 選手 我們選手裡頭 我們來看一下喔 假設 假設柳田好了 不好意思 等一下喔 不好意思 等一下 好 那個 假設柳田的話呢 他的特殊能力是這樣 欸 他的特殊能力的話 這邊是 抄 阿希斯特跟光角打法嘛 齁 那他現在呢 會送你這些 下面這些 需要的東西 而且呢 如果以後 呃 新的規則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以後繼承的話 他不會全部洗掉 他還是會 還給你等級1 還是等級2的樣子 所以說 所以說 這樣的情形下 呃 這個特殊能力啊 呃 他相對而言 他會給你 比較容易取得啦 比較容易取得 也比較不會被全部洗掉 那樣感覺 是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子 他的意思是這樣 嗯